小米14Series 新品發布會 第三度與我們百年影像專家萊卡再度的合作 而且在前陣子呢 我們也和萊卡攜手合作 打造了小米萊卡光學研究所 我们致力于打造 引領时代的先进移动影像光学系统 可以突破我们行动影像能力的限制 突破还有探索我们光影的这个层次美学 让每一颗镜头都能够成为传奇 但在今天发布会的现场 我们邀请到许多的贵宾蒂林 我们也麻烦待会唱频道的贵宾起身 和大家挥手致意 我们首先欢迎我们小米台湾的代表 欢迎小米台湾业务总监蒋坤辉Ben 欢迎 请接着我们欢迎小米台湾业务副总监 许静荣Alex 当然今天我们现场也有非常多的通路 以及运营的伙伴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首先欢迎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家庭分公司丁介刚副处长 欢迎 请接着我们欢迎远传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家庭事业群葛明协理 欢迎协理 接下来我们欢迎台湾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用户事业群储电诚处长 欢迎 请接着我们欢迎神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周震三副总经理 接下来欢迎鸿迈科技有限公司 江志豪协理 协理好 请接着我们欢迎法雅克股份有限公司 陈世玉经理 以及新加坡商虾皮娱乐电商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电子产品事业群 李雅婷资深部长 欢迎 接下来我们欢迎富邦媒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商业务一处李立安处长 请接着我们欢迎网路家庭 国际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万岳伟副总经理 接下来我们欢迎 东森德意购股份有限公司 唐义仲商品开发商礼 欢迎 接下来我们欢迎 展基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魏正棠资深副总经理 最后我们欢迎 展基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高念春副总经理 那在今天记者会的一开始 我们首先就有请小米台湾业务总监 蒋昆辉Ben上台 掌声欢迎 哈啰 各位现场的 米粉 长官 还有媒体朋友们 以及线上在观看直播的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 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大家见面 来介绍我们今年重量级的旗舰机 那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聊聊公司最近的一个发展的境况 创新呢一直是小米公司发展的一个核心 也是我们的基础跟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重要的价值跟原则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小米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就站在全球智慧型手机的这个前三名 那也连续13个季度呢 保持在前三的这个位置 那同时呢 小米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消费型的IoT物联网的平台 与此同时呢 我们有超过6.9亿个以上的这个智慧互联网的装置 正在运行当中 这个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成绩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受到了这个BCG的一个肯定 在2023年也获选为全球前50大最具创新力的企业之一 那我们不仅仅呢 是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平台 那我们呢 也持续地将针对这些 具有长值价值的这个技术领域呢 去长期地来投入 那随着这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AI发展的快速的发展 那公司不管是在软体以及硬体方面 都做了很大的投入 那我们透过呢 软硬体的这个深度整合 希望呢将AI赋能到我们的产品里面来 那深耕我们整体的底层的技术 然后一样坚持了去长期的投入 为了就是提供给这个 使用者一个更好的用户体验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次呢 也特别把我们的整个作业系统 进行了一个更新 那今天呢 其实也是会花一点时间 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全新的作业系统 小米Hyper OS 前几天呢 事实上集团已经正式地 在新闻媒体上公告说 我们将在三月底 我们的小米的书期 将会正式地跟大家来见面 那加上车这个产品之后呢 事实上小米整个生态圈的 最后一块拼图呢 基本上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那我们不仅仅呢 是建立了一个业界的这个标杆 那同时呢 也为整个互联互通 智慧互联这个选项呢 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这个以人为中心的作业系统呢 将会成为我们整个小米集团 整个战略升级之后 乘上旗下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其实就是希望打造一个 以人车家的为主的一个全生态 那这个作业系统呢 如大家所见的 我们的小米HyperOS 作为我们这个整个作业系统的一个核心 为的其实就是提供给消费者一个 你在不管是你的智慧的生态商品 或者是将来有车 以及你智慧家庭的这些东西 的一个联网的过程中 提供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无缝的一个控制方式 那从我们整个米UI推出到现在 事实上已经经历了13个年头了 我们这几年来呢 工程师针对整个作业系统的探索 我们将我们四个独立的作业系统 然后经历了七年的整个的研发 最终呢把它给打磨 成为一个全新的作业系统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小米HyperOS 这是一个小米史无前例以来的动作 它把整个底层的架构全部都打散了 然后再进行一个重组 为了就是适配所有的互联互通的商品 那为了使这个小米HyperOS 成为新一代的作业系统 其实公司花了很大的努力 针对这五个关键的领域 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细部的打磨 除了刚刚一开始提到了这个底层的架构的全面重构之外呢 我们在刚刚提到的跨装置的这个连结 还有主动式的AI 以及现在人最关心的这个 个人隐私安全的部分 我们都非常的重视 另外呢 我们的整个的HyperOS 都处于一个开源的这个架构之下 也给开发者面向的这个使用者非常的友善 那这些都是我们整个新的作业系统 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跟目的 那底层重构呢 事实上本质上来讲 就是我简单的说 就是其实就是把它打掉重链 我们把整个的软体硬体的架构 从底部去把它给打通 那为了就是要把整个硬体的这个效能 全部发挥出来 让这个使用者用户呢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那这样的改善呢 事实上大幅的减少了 整个作业系统占用的空间 另外呢 它也在提升速度之外 让你使用者的这个使用体验 也变得更加的好 同时在档案管理的这个测试上面呢 我们花了50个月的这个效能去做测试 那它其实整体的这个 在新的作业系统之下 我们整个档案管理的这个 效能测试呢 下降的幅度其实几乎等于零 那可以说明说整个作业系统 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存在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讲讲这个设计的部分 我想设计也是这一次我们整个小米 HyperOS更新之后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我们呢在整个的 不管是它的外形 还有色彩 以及整个你看到的这个界面上的材质呢 我们都重新的赋予了各种不同的这个活力元素 那最终形成我们一个叫做生命感美学的整体的外观 那整个外观的设计上来讲呢 我们去 大家可以看到说从不管是整个 痴疮的弧度啦 按钮啦 跟动画的这个布局 我们都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让使用者呢 能够有一个一致性的体验 跟非常流畅的体验 那另外呢 我们讲到色彩的部分 那色彩其实上也是 人们眼睛最直观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利用了这个 整个自然的这个元素 比如说花草树木 这些颜色的这个基底 然后形成我们新的界面色彩 让你在视觉的体验上面 能够更加的友善跟直觉 那另外呢 我们在材质的部分 也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利用我们先进的这个渲染系统 让我们的整个材质的感觉呢 更加的真实 比如说像天气的反馈 动态的玻璃 还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即时模糊的这个处理 那整个设计的理念呢 其实就是为了让使用者 能够更细致更流畅 然后来体验我们的整个操作系统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调整之后的改变 好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 另外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 其实就是我们小米 一直非常引以为豪的 跨装置的连结 因为我们的这些 IoT生态的装置非常的多 那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希望说 让透过这样的改变之后呢 让我们在跨装置的这个连结上面 可以让体验变得更加的简单跟直觉 那另外呢 我们在整个主动式AI上面 我们也去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希望呢 小米HyperOS在AI 人工智慧的整合上面呢 能够更加的这个精进 那这个人工智慧呢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主动的功能上面呢 我们把这个主动式AI 我们称作叫做Hypermind 那为什么要这样叫它呢 它其实是我们整个 整个AI运算的一个核心 那我们呢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先进的AI中枢呢 然后来进行一个全模态的感知 所谓全模态的感知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 它其实就是说 当你有这么多的智慧型商品 跟你的手机连结的时候 那它透过这样的 你的使用场景跟习惯 那AI的中枢呢 会去学习跟理解 你平常在使用这些商品 或者操作这些装置的时候的一些 动作行为 然后它去帮你做一些智慧的判断 那你可能下一次 你进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AI就会自动帮你控制 你所想要做到的事情 那这就是我们主动式AI的第一步 那也希望能够为将来更聪明的 这个作业系统呢 奠定一些基础 那另外呢我们来讲讲 刚刚提到这个AI这个部分 其实另外一个牵涉到 就是整个AI大模型的部分了 那我们今天不讲很多深入的东西 我们讲讲一些有趣的应用 我们这一次呢 在小米14系列上面呢 我们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AI写真 那我们可以透过呢 你个人的这个照片 然后透过整个AI大模型的这个运算 它会记录 并且是分析你的脸型 不然身形等等的 然后形成一个 AI的即时人像 那你呢只要去输入一些指令 比如说在雪山之上 那透过这个指令的输入之后 那AI大模型自动就会生成一张 全新的这个AI场景的照片 那另外一个功能呢 事实上呢 我们也是透过这个 装置本身的这个AI的运算能力 来做到这个主要叫做 AI扩图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能够做现在什么事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小朋友跟毛小孩 他现在这张照片有点局处 那我们想要有一个 比较宽广的视野的时候 当我们按下了AI扩图 那本机的AI运算呢 自动就会帮你把不足的空间呢 去经过运算 然后加以补足 形成一张全新的这个照片 这个也是我们整个 AI运用的一些新的尝试 那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做法 那刚刚还有提到一个 就是安全性的部分 我相信呢 在整体的HyperOS 在安全性上面呢 我们为了要让它更安全 事实上我们做了一个 我们自研的这个叫做 硬体等级的这个安全性 那它叫我们称之为 DEE的安全协定 那这个东西是从硬体上面 去保护你的资料安全 不管是你在装置里面的这些 敏感的这个指纹 然后密码 甚至一些你的个人资料 那都可以透过这个系统 进行加密跟保护 同时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不仅仅是装置上的保护 它也做到了跨装置的这个 防护的动作 当你在做资料传输 端对端的传输的时候 它一样可以帮你做一个保护的动作 那最后我们再讲一讲 就是我们的开源 这个我们开放性的系统呢 我们小米的这个Vela的这个作业系统 希望能够面向的就是 所有的开发者 让这些开发者能够去 去使用我们整个HyperOS 来去开发或者是说 应用出更多令人惊艳的 这些好的城市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 我们公司一直以来 秉持的一个目标 也希望说更多的开发者 可以参与进来 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 产品的功能 可以变得更加的完善 那以上这五点呢 事实上就是我们 小米HyperOS呢 希望能够建构的一个 新的作业系统的一个目标 那也欢迎各位米粉朋友们 能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索 整个新的作业系统下 改变能够为大家带来 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 那另外呢 我们除了这一次 今天发布的小米14 搭载了全新的HyperOS的 这个作业系统外 我们针对于过往的 小米13 12 以及红米Note系列的产品呢 也会在今年的上半年 进行整个新的 作业系统的推送 那也欢迎各位 能够随时的去关注 这个更新推送的讯息 那以上呢 事实上就是我花了一点时间 跟各位介绍了 这个我们的HyperOS 到底更新了什么 做了什么 谢谢各位 好 那我想 我们现在都非常期待 我们全新的新品 紧接着我们这张时间 交给我们小米产品经理 吕炫 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 非常强大的新机 我们的旗舰机种 小米14 Series 掌声欢迎 现场的朋友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吕炫 谢谢Ben哥 前面帮我们前面介绍了 这个HyperOS的作业系统 那这支HyperOS呢 也会带入我们这支 小米14 Series上面 首先 先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小米14 小米14 它延续上一代设计理念 是一款小尺寸 大萤幕的手机 它拥有6.36寸的一个大小 那透过这次 机载边框的设计 让它的视觉 跟手感都坚固 这次小米14 在规格 大幅的提升下 我们仍让 好感这件事情 保留在它身上 同时 这次在镜头边框上面 还加入 巴黎试丁纹理的一个设计 来提升它的质感 背部 我们采用 AG玻璃工艺 它束感细腻 而且不沾指纹 并搭配 全新一代的 铝支中框 通过PVD的电镀工艺 提升它的整体强度 以及光泽 手机的话 我们颜色会推出三种 全新的青翠绿 黑色与白色 接下来 萤幕的部分 我们时常会在意到的 省电 亮度 解析度 小米14 这次是一个 跨越式的一个升级 它采用全新的 低功耗发光材质 C8 它可以让萤幕的能效 提升了17% 表现得更加省电 除了这项优点之外 它还有带来 更高的峰值亮度 来到了3000nit 更棒的是 它搭载 Crystores的萤幕 解析度更高 让看照片 影片 更清晰 那与上一代对比 这是一次 全方位的升级 好 小米14 这次搭载 Crystores萤幕 采用C8的发光材质 还有3000分 峰值亮度 为你带来 生动 逼真的 显示效果 接下来 跟大家分享 相机的部分 眉镜 接传奇 借由小米14 捕捉经典一客 小米14 它搭载了 专业的 来卡三镜头 提供了四个焦段 镜头呢 我们与 来卡 Sumilize 共同开发 全新一代的光学镜头 在传统摄影中 Sumilize 它代表着 大光圈 以及高速快门 而文明的一个镜头 这一次 小米14 搭载了F1.6的 大光圈 大光圈 能吸收更多的光线 完美地捕捉 光与影的细节 就像阳光 照射在沙子上面 空中飘舞的一个瞬间 那为了捕捉 这经典一客 我们定制了 全新的港光元件 我们称之为 光影猎人900 光影猎人 它具有 小尺寸手机里面 最大的港光元件 同时 还支援 单真的HDR抓拍 减少运动的模糊 以及噪点 也具备了HDR的 高动态港光元件技术 让光影 更加的生动 就像这张照片 透过光影猎人900 将光线 以及这个钟的细节 完美地保留上来 这次 在长焦系统上面 我们配备了 75mm的焦距 搭载了OIS 以及 我们的浮动 对焦系统 无论远近 尽在支持 这个镜头呢 让你近距离特写 轻松拍 非常方便 远距离呢 不搭扰主体 也可以拍得 非常的好看 广角镜头 这次升级到了 5000万的画质 并搭载了F2.2的 大光圈 让你捕捉 真实瞬间 非常的容易 那我们也针对 喜欢 录影的用户 我们提供了 专业录影 就是我们的 电影模式 电影模式 它可以 更有效率的 轻松的 控制场景中的 一个焦点 那它呢 也具备 电影才有的 180度快门 以及电影比例 这次 在前置镜头 我们支援了 4K 60fps的录影 主镜头呢 支援8K 以及10bit的 Log录影 小米14 这次在相机升级上 透过光影猎人900 75mm浮动长焦 以及 三颗5000万的 来卡镜头 带给你 全新的 拍摄体验 那提供这么出色的 摄影背后 往往也需要 强大的性能 我们搭载 7Dragon 8G3的 处理器 它这次呢 除了性能 提升了32%之外 它的功耗 还下降了 可以说是 非常完美的结合 那它同时也搭载 小米引以为傲的 黑科技 小米 环形冷泵 散热系统 它对比一般的VC散热 再提升了三倍 表现得非常好 散热好 体验也会跟着好 我们做了30分钟的 重度负载测试 它的平均帧数 可以来到约59 那最高温度 也仅有43.2 表现得 真的是非常 非常赞 那除了效能 体验之外呢 小米14 它也带来 迄今最长的 电池续航 它再多了 一个小时 并且还配备了有 有线90瓦的快充 以及 50瓦的快充 有线充电 零到满 只要31分钟 速度 非常的快 那在体验上呢 不可或缺的 还有 IP68 防震防水 一样 也有 那我来总结一下 三个小米14的特色 搭载旗舰 7Dragon 8G3的 一个处理器 还有我们 Leica的 Sumulus的 光学镜头 以及 Krysalis的一幕 这是全方面的 跨越式升级 带给你 全方位的体验 那我们为 小米14 带来一段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米14 好 真的非常精彩 接下来 为智慧型手机 带来真正的 专业摄影 在去年 小米14 Ultra 开启了 行动影像 光学时代 引领 行业的创新 请 让我荣重介绍 小米14 Ultra 在外形上 我们将 现代美学 以及 专业 相机 结合在一起 我们保留 我们保留 我们保留它经典的 圆形镜头的 设计元素 以及相机的 皮革质感 在细节上 我们也非常地重视 这次 在镜头 DECO的边缘 我们加入了 巴黎世丁纹理的 一个设计 那这项设计呢 也让美 与专业 同时具备 颜色上面 我们会推出 两个颜色 有黑色 以及 白色 这两个颜色呢 都是非常经典的 一个选择 非常的好看 除了外表 耐用性 也是我们考量的一点 小米14 Ultra 搭载全新的 小米龙凯架构 采用高强度的 铝支中框 我们不惜成本 用一块履定 透过CNC 打造出来 一提升性的一个工艺 使中框的强度 也提升了1.38倍 好 接下来 正面的部分 我们来一段影片 小米龙金玻璃 透过新的材料 以及高温工艺制成 它的密度更高 因此 让它的抗摔能力 再提升了10倍 接下来 背盖的部分 采用新一代的 奈米科技 纯束皮革 它的耐磨程度 再提升了6倍 并通过SGS的 五星级 耐久认证 那针对耐久度 不可或缺的还有 IP68放声放水 可以让你无忧地在任何环境 进行拍摄 接下来 萤幕的部分 有一个引领业界的创举 小米时尚Ultra 它搭载了全等身 微曲萤幕 这个设计让它的视觉 以及手感同时具备 并且这次在萤幕上面 我们搭载了6.73寸的大小 跟2K的解析度 同样也配备了C8的材质 除了亮度提升 它还兼具省电 接下来 就会是这次的重头戏 相机 让真实有层次 来与大家分享 透过小米时尚Ultra 所捕捉的照片 带你进入照片的现场 像是夕阳 它的颜色 渐层 层层分明 映射在车子上面 感受到夕阳 即将落下的一刻 又或者是 中午的大太阳的场景 这种逆光的场景下 鸟飞过天空的瞬间 还有这个漂亮的欧斯建筑 同时保留 在晚上拍摄的场景呢 我们跟友商做了对比 两张的照片细节 其实都表现得不错 不过 不过 这是一个晚上的场景 所以在感知度上 小米时尚Ultra 让你一眼 就可以进入到 这张照片里面 不会像友商 为了调整细节 而缺乏了真实感 真实 也是影像中的魅力 好的层次 要有丰富的细节 主次要明确 远近要分明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打造感知人心的好影像 这个目标 说难不难 说简单 它也不简单 因为它要在 这两个技术层面上 突破 好的计算摄影 要有好的光学支撑 小米14Ultra 它做到了 光是影像的原点 光是层次的来源 所以我们与莱卡 一起站出来 一起把光学 再迈进一大步 我们成立了 小米与莱卡的 光学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 我们双方 投入了多位专家 以及专业的设备 目标打造引领 世代的光学镜头 同时 我们也为了 这个研究所 设了四个目标 第一 在行动影像上 小型镜头 也能媲美 专业大镜头的能力 第二 透过AI大模型的加持 让影像拍摄 再更加一步 第三 持续钻研 最先进的光学系统 第四 制定行业标准 引领时代进步 小米14Ultra 它就是我们 第一个里程碑 随着近年 AI的能力大爆发 AI的模型 以及生成式AI 都被广泛地运用 小米AISP 也是我们 全新的计算架构 透过Hyper OS 的一个整合能力 它让小米影像大脑 再度升级 它集结了CPU GPU NPU 还有ISP的计算能力 也是业界首格 将硬体跟软体 充分结合的 一项新技术 它能够分析 更多的原始资料 这个对比友商 我们提升了三倍 非常的厉害 小米AISP 也提供了一个 全新功能 Fission Capture 它提供了我们 三项功能 来一一跟大家分享 首先 Ultra Room 这个变焦的功能 它在30倍变焦的时候 会启动这项功能 以上就可以了 那这个好处是 它可以让影像 变得更清晰 而且颜色 变得更加自然 且丰富 第二个 Ultra Room 这次呢 透过Ultra Room 能记录更多的 色彩深度 以及HDR的动态范围 让专业影像创作者 可以调整更多的细节 那Ultra Room呢 也经过 Adobe的实验室 较准 不管你有在用 Photoshop 或者是Lyron的 专业使用者 它能够提供给你 更多的创造空间 最后 Ultra HDR 得益于AISP的运算能力 可以拍出更多的细节 并且还增加了 争议对应后的一个照片 所以它依旧相容于 传统的JPEG档 接下来 来分享这次镜头的一个配置 这次呢 小米14Ultra采用 Leica Sumerless的光学系统 全焦段配备了一个大光圈 带来更多的进光量 那更多的进光量呢 就不用过多的修饰 它可以让照片 更加的自然 小米14Ultra 它也配备了我们目前 最先进的 全明星四镜头 我先来介绍 Leica主镜头 这次主镜头呢 我们采用全新升级的 一吋大小的 感光元件 LYT900 LYT900在这次的 制程的升级后 它的能效也随着提升 能捕捉超高的 原生动态范围 那为了 让这个LYT大展身手 我们做了一个搭配 将光圈加大到了 1.63的一个大小 那这次透过大底 以及大光圈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阳光映射在画家上面 它的脸部细节 花瓶的颜色 还有整张照片 呈现了非常自然 而且有那个层次感 这个光学工程 来头可不小 它是业界非常先进的 机械工艺 我们持续在这个工艺上面 做突破 做到了无机可变光圈 无机可变光圈 可以带来全新的拍摄手法 像是透过F1.6 它可以凸显 主角的细节外 还可以做到一个前景深感 这次在F2.0以上 它还有一个全新的 很特别的功能 新芒的效果 以往这项拍摄手法 只能在专业的相机上面 体验得到 这次小米14Ultra 它也办到了 在F4.0呢 它可以拥有更高的解析能力 也可以让它变成有 深景深的一个效果 那以上这些功能 都是透过机械的方式 改变它的进光量 所以它不会有那种 涂抹的不真实感 表现得非常的好 这次小米14Ultra 长焦系统上再升级 它搭载了莱卡双长焦 都支援了这个微距特写摄影 这次呢 提供了75mm 升级为浮动式长焦 以及120mm 它加大的光圈 那这次在拍摄体验上 可以有非常丰富的细节 以及深度感 近距离拍摄上 也非常的拿手 非常的震撼 最后 莱卡超广角镜头 这次呢 采用是低基变的广角镜头 它可以减少边缘的变形 来衬托主体 非常震撼好看 那这次 我们配备四镜头 有六个焦段 不仅是硬体上面在提升 那我们也要透过这些焦段呢 拍摄出 生活中不一样的场景 捕捉它的一瞬间 我们还要准备一个体验 接拍 接拍 它非常讲究速度 透过接拍模式 它启动到拍照 只需要0.7秒 这个功能呢 就会像是 什么场景会使用 一个不经意的 突然的一个场景 又或者是 小朋友 活泼的小朋友 还有猫小孩 等一瞬间 这一拍 也许 就是永恒的回忆 另外 小米时代Otra 有着独有的 大师人像功能 大师人像的目的 是为了要捕捉 色彩 空间 以及光影的层次 让照片具备 丰富且自然的色彩外 还有光学景深 我们这次提供了 四个人像常用的焦段 给大家去轻松 拍出专业的人像 小米时代Otra 还带来了全新的 一个录影创作功能 大师开拍 大师开拍 透过原生的ISO Future Max 捕捉更高的动态范围 能够记录更多的色彩 让影片更具 逼真 仿佛生灵其境 专业录影上 还有一项功能 我们的导演模式 全新的UI界面 让创作更加的轻松 更加的直觉 还能透过小米平板 来做监视器 非常的专业吧 这次专业录影 透过 Leica Sumilas的镜头 以及我们的小米AISP 还有我们的 Leica全明星四镜头 这三件事 让小米14Ultra 能收入更多的细节 与层次 那我来总结一下相机 这次主镜头搭载 L-YT900 并且还配上了 无极可变光圈 让拍摄手法 又更多种了 以及四镜头 六爪段的配置 可以让你拍摄出 生活中 不同的一个场景 还有 全新的专业模式 让你创造出 许多专业级的 拍摄手法 为了让影像体验 更完美 我们会推出 专业摄影套装 我先为他上一段影片 不论是外表 或者是手感 它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它不仅仅是好看 它还配备了电池 能为14Ultra 再提供了23%的续航能力 这次 把手我们透过的方式 连接是Type-C 因此 它的反应速度更快 更加的灵敏 还有 原本 在专业相机上面 才可以看到的 67mm的转接环 这次 里面也会有一个转接环 让你做使用 可以安装像是 UV镜啊 减光镜等等之类的 有不一样的拍摄手法 另外 这个也可以另外装 装饰环 所以它也可以带 给你不一样的玩法 那这套装组呢 非常的成熟 它提供了 两端四块门 它轻按是对焦 大力按是拍照 同时 还整合了 变焦波感 这两个设计 让我重拾那种 相机的感受 好 那旁边的话 还有自定波轮 它的预设式EV值 可以让你快速 调整的亮度 那当然也可以 可以去设定 它里面的功能 像是光圈 快门等等 这都可以自定义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自定按钮 它是录影键 它的预设式录影 可以让你快速的 进行录影的动作 那这也可以自定义 非常的贴心 这么好看 而且又非常专业的 小米14Ultra 处理器 我们同样配置最顶的 Sniper Dragon 833 这次小米14Ultra 在环心冷风上 我们做到了双通道 加大它的面积 让处理器 以及相机 都能维持在 最巅峰的状态 无线充电 我们也升级到了 80W的无线快充 有线充电 我们提供了 90W的快充 充满电 只要33分钟 非常的迅速 最后 小米14Ultra 透过光学 计算摄影 以及层次感 让超越人眼 感知人心的影像 的理念 又在迈进一大步 以上会是我这次的分享 谢谢大家 江湖台 还给Ben哥 掌声谢谢 李炫详细的介绍 哇 这一次的这个旗舰手机 真的非常的强大 尤其是我们的摄影功能 让所有复杂的光影画面 都可以转化成为 真实美好的瞬间 那小米不只是手机 我们一直以来 也超越大家 对于我们生态链装置的 想象还有期待 接下来我们要再次 有请到Ben 为大家介绍 我们小米全新的 穿戴装置新品 掌声欢迎 非常感谢 刚刚李炫精彩的介绍 我想刚刚听完了 这么仔细的介绍 大家对我们的小米14系列 有个更深刻的认识 也更加的期待 那今天呢 事实上我们也为大家 带来了另外两款 小米的自卫型穿戴装置 第一款呢 就是我们的小米Watch 2 那就如大家所看到的 小米Watch 2呢 它是搭载着Google Wave OS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的自卫型手表 有了Google的这个界面之后呢 你就可以安装更多 属于Google的这个 你所喜欢的应用软体了 让你的操作 可以变得更加的简单 同时呢 我们这一次的Watch 2呢 搭载着的是 1.43寸的荧幕 让你的视觉呢 体验呢 可以更加的出色 这一代的我们的Watch 2的表面呢 也提供了一些新的这个设计 这是一个环保灵感的表面 大家可能以为它就只是个表面而已 但是我们想要传达的是 这是一些濒临绝种的这个动物或者是景观 提醒大家做生态的保护 那另外呢 我们在这一次的Watch 2上的这个 感测技术呢 也做了一个升级 在心率侦测上面呢 我们多了更精密的这个感测器 让它的心率侦测呢 能够更加的准确 那同时呢 这个小米Watch 2呢 它也拥有超过160种以上的这个运动模式 而且它也是一个你表 就是手腕上的一个随身的跑步教练 它会时时的提醒你 你该要运动了 那这样的一个Watch 2呢 是我们这一次呢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它搭载的是刚刚提到的 是Google的Wave OS 那同时呢 它的晶片也是高通的晶片 以及刚刚提到的 它拥有不一样的表面 可以供大家做选择 那这样的Watch 2呢 它的售价呢 是4995元 相较同级的智慧型手表呢 它的价格几乎只有一半而已 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 那另外呢 要为各位带来的第二款产品呢 就是我们的小米Watch S3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一次的Watch 3呢 它的设计呢 其实上是一个圆形的设计 那非常的纯净高雅 那我们呢 一样搭载着一个 1.43寸的这个大萤幕 那同时呢 这一次呢 也有两款颜色 可以供大家做选择 一个是黑色跟银色 那这一次的Watch S3 有一个创新的设计 就是我们的表圈 是可以更换的 那你在随着你的表圈 更换的同时呢 你的表盘也会跟着表圈 去做不一样的设定 那等同于你在更换表圈的时候 就好像是换了一只手表 那同时呢 搭配的表圈呢 我们有相应的这个表带 那只要你换上表圈 表带之后呢 事实上等于是你 多了不一样的这个风格 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替换你的 穿搭跟场景 那这一次的这个全新的 这个表圈跟表带的这个设计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 给大家更多样的一个选择 跟搭配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表盘 表圈的设定 你也可以把你的照片呢 上传之后 变成你个人化的一个表盘 那一样的 它一样有搭载的 超过150种的 这个运动模式 跟一样刚刚提到的 这个健身的教练 可以实时地提醒你 那另外它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单手 你可以去设定你转表 或者是摇手表 它可以帮你挂断 或者是接起电话 那这是一个 比较有趣的功能 是让大家可以 一手就可以控制你的手表 不需要 当你另外一只手 有事情的时候 你的手表 就可以随时地去控制了 然后呢 它一样有 长达15天的续航 可以让你不用担心说 用到一半 忘记充电了 还要充电 那这样的Watch S3呢 就像刚刚提到了 它拥有一个 全新的这个表 表圈的设计 它可以去做更换 另外呢 它是搭载着我们的 Hyper OS的 第一款的 这个 作业系统的手表 同时呢 它一样 刚刚提到了 拥有15天以上的续航 那这样的一款表呢 它的建议售价呢 是 3495 比起刚刚的 Wave OS更便宜 对 这个也是在 希望能够提供给 不同的消费者 当你有 不一样的 作业系统选择的时候 你可以有 不一样的选择 那另外一款呢 事实上是我上一次 Lo的部分 事实上 这个手环8 Pro 我们已经上市了 但是我想用 简单的一页 也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的手环8 Pro 事实上 已经卖了一段时间 那它一样 就是拥有 大的荧幕 还有 不一样的表带 可以供更换 长达14天的续航 那它还提供了 各个不一样的 这个表带 那它这样子的产品呢 建议售价 只要1695元 所以刚刚 补充了这三样的 小米系列的 穿戴装置呢 为的其实就是 像刚刚提到的 我们有 行动装置了 那搭配你的 穿戴装置之后 可以让你的 生活体验 使用上面呢 可以更加的方便 也可以随时 注意你的健康状况 那一样 这次的手环8 Pro 我们有搭配一些 快拆的表带啊 可以供大家 来做一个选择 那以上这三样呢 事实上就是我 跟各位补充的 这个穿戴的装置 也希望呢 这个 藉由不一样的 作业系统的 穿戴装置 可以给大家一个 更好 更多样的一个选择 那刚刚刚讲到价格 我相信大家都 非常的 期待 到底我们这一次的 小米14是卖多少钱 那一样不免除了 在讲价格之前呢 我还是来回顾一下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这次的小米14 相较于上一代的 小米13 可以说是一个 全面性的升级 不管是在 镜头模组 荧幕的表现上面 还有我们讲的 它的镜头 从以往过去 只有一颗主镜头 我们升级成 三颗主镜头 那另外呢 我们把 充电速度 也做了一个提升 同时 这一次也 非常有诚意的 把容量 变成12加512G 那大家都问我说 这个升级这么多 那价格 是不是要跟上一代一样 还是要涨点价 但是我们挣扎了很久 我们希望呢 今年呢 我们不但 加量不加价 我们还 回馈给米粉 24999 那另外一款呢 我们更关注的 小米14 Ultra 一样的 它相较于 上一代的13 Ultra 一样是做了一个 真的是非常 跨越式的升级 不管是我们自己 自研的这个 龙金玻璃 龙楷架构 都是顶级的黑科技 那另外呢 搭载着 莱卡的全明星四镜头 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在 无线快充上面 冷却技术上面 都有一些创新 而且这一次 我们的内存 也加大到了 16跟512G 那一样呢 这也是我们 算了很久 非常挣扎的价格 上一代 我们都卖到 36,800了 而且上一代 很多人跟我讲说 它 想太慢了 没有买到 那这一次呢 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大发猜一下 我们这次的价格是 34999 一样做了一个 回馈给我们的 米粉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希望说 能够有更多的 用户 能够 在购买 选购我们的 旗舰商品的时候 可以更容易来入手 那除了价格之外呢 我们在一些 服务上面 也做了一些升级 这一次我们在 一些指定通路购买呢 我们的小米知识系列 都做了延长的 这个保固服务 同时呢 也提供了 六个月一次的 免费荧幕的 这个更换服务 另外我们在 整个上市的期间呢 都会提供 三大平台的 这个服务的 这个体验包 让大家可以去 享受这样的一些 线上的服务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在 从今天开始 3月14号到 3月21号 就是我们的 预购开始的时间了 那我们预计会在 我们的 米王米家 以及线上的 这个小米授权的 期间的 这个 门市呢 进行预购的活动 那同时在 预购期间呢 我们除了刚刚 提供了这个 服务的 这个升级之外呢 我们也在 预购期间 小米14呢 还会额外 加送一个 厚大的防摔 军规防摔壳 跟保护贴 另外刚刚 大家也是一样 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一次 连摄影套装组 都一起来了嘛 那大家觉得 应该摄影套装组 要卖多少钱 我们这一次呢 为了回馈米粉 直接就送给大家 所以 这一次的 小米14 Ultra 我们直接上市预购 就搭配了 我们的 摄影套装组 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诚意 我们希望说 大家可以在 买我们的商品的时候 都可以 享受到我们的 这个 整体的 这个科技的服务 那我们呢 预计在 以下这两个通路呢 就是我们的 米网跟米家 还会做一些 不同通路上的一些加码 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我们的米网 你可以有一些刷卡 优惠 跟一些老用户的回馈 那如果你有 以前的旧的手机 你到我们线下的 实体的米家 还可以做 旧换新的服务 最高还可以 再折 5000元 这都是我们 希望能够回馈给 我们的老用户的部分 那我们呢 预计在 3月22号 就是预购 结束之后的 隔天 我们就会正式的 开卖 那也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 这一次尽早 去预购 不要再 说 没有买到 我们的 阿扎了 那我们的 电信通路呢 将会在 4月1号呢 来上架 那与此同时 大家 我相信大家 有看到说 在华山的 柱前草地那边 我们也盖了一个 光影的体验屋 那最重要的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 希望呢 这一次 我们的小米14系列 它在光的这个 摄影上面呢 只有非常大的进步 那我们希望呢 藉由这个光影体验屋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这个光影跟拍照之下 所带来的 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预计在从 今天 其实是明天才开放 给一般的消费者 来进场体验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 贵宾米粉跟媒体朋友们 体验的场次 我们预计到 3月24号 这个体验馆 一直都会在 那我们希望呢 透过这样的体验呢 你可以用 小米14Atra 在这个光影体验屋里面 它会有一些 特殊的光影 然后你可以在 光影之下呢 用14Atra 这个拍照的 这个性能呢 去拍出一张 独一无二的 这个照片 我觉得这个 非常有趣哦 大家都可以去 体验看看 那我们在 这一次呢 如果你体验完之后 真的非常买呢 我们现场也提供了 你购买的服务 大家可以在 现场就直接 下单购买 一样有一些 现场的 这个特殊优惠 那与此同时呢 也希望 藉由这个机会 跟大家 介绍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预计在 3月16号呢 我们将会迎来 我们第四家的 直营小米之家 会在西门町 汉中街 做一个盛大的开幕 那这是我们 第四家 直营的米家 而且也是 全新的这个设计 那这个设计体验空间呢 最主要就是 希望提供给消费者 一个更舒适 然后更富科技感的 一个体验空间 那同时呢 它也在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 台北第一家的 销售跟服务中心 合并的这个 销服一体的店 那消费者呢 除了在 销售跟购买的体验之外 如果你有售后的服务 也可以到我们这个 这个 新门町的小米之家 来做服务 它位置非常的明显 它就在 UNIQLO的正对面 离捷运站不到三分钟 我相信这是一个 非常黄金的位置 那也 欢迎各位 米粉朋友们 跟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有空在3月16号 跟我们一起 共襄盛举一下 我们预计在 3月16号举行 开幕仪式 那开幕当天 也会有一些 现场的这个 排队活动 跟游会活动 那以上呢 这么多讯息 就是这一次我们 小米14的发布会 所希望带给各位 米粉朋友们 以及美女朋友们的 所有讯息 那今天呢 也非常谢谢 各位媒体长官 还有线上观看直播的 这些朋友们 耐心的听完我们 这么长的这个发布会 我们希望呢 能够带着满满的诚意 将我们小米的商品 持续地提供给 所有的消费者 谢谢各位 掌声谢谢 Ben为我们带来的新品资讯 同时还有这么棒的价格 回馈给我们 所有的米粉们 那在今天发布会的最后 我们邀请我们的 归宾可以来到我们的台上 一起来合营 那首先我们有请 小米台湾业务副总监 雪晶荣 Alex 麻烦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来我们一起来合营 好 那同时我们也要欢迎到的是 我们的通路 还有运营商伙伴 首先欢迎到的是 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家庭分公司 丁介刚副处长 以及我们远传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家庭事业群 葛明协理 还有我们台湾大客大 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用户事业群 楚燕成处长 紧接着是我们 神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周震三副总经理 接下来我们有请 新加坡商 虾皮娱乐电商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 电子产品事业群 李亚婷资深部长 紧接着我们欢迎 鸿迈科技有限公司 江志豪协理 接下来有请 富邦媒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商业务一处 李立安处长 还有我们法雅克股份有限公司 陈世玉经理 接下来我们欢迎 网络家庭国际资讯 股份有限公司 万岳伟副总经理 同时我们也欢迎 东森德意购股份有限公司 唐义仲商品开发商礼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 斩基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魏正堂资深副总经理 最后还有我们斩基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高涅春副总经理 有请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摄影机 那如果有识别症的贵宾 方便帮我们拿下来吗 OK 好谢谢 那我们请在两旁的贵宾稍微往中间靠拢一点 好吗 好我们一起视线一致 帮我们看一下正前方 再一张 好 后面后方有些媒体朋友们 我们视线 看一下后方的媒体朋友们 都有捕捉到吗 好 再一张正前方举手的摄影师 我们再一张好吗 好 好 接下来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 将我们全新而且非常强大的旗舰机种 我们小米14系列 交给我们台上的各位长官还有贵宾 是的 我们在今天3月14号2点半会可以线上预购了 所以欢迎大家把握一下机会 好 那我们一起拿着我们全新的小米14系列 我们秀出我们的背面好吗 好 秀出我们的镜头 OK 来看一下正前方的摄影机 我们这一次有非常强大的功能 尤其是我们的摄影镜头 那我们是第三度和我们莱卡专业的 百年影像专家合作 好 来看一下后方 好 前方 前方举手的媒体朋友们 好 看一下我们后方 后方媒体朋友们 好 都有捕捉到了吗 OK 好 再一次用掌声谢谢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将我们的手机 好 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今天 力领我们小米14系列 继我们星庭发布会的所有闺蜜 谢谢你们对我们小米的支持 好 那同时待会儿是我们的电子媒体联访的时间 那在这边我们要先谢谢我们线上收看的米粉们 谢谢 3月14号开始预购咯 那并且明天开始会有我们的Beyond Light光影艺术展 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握时间来参观 好 那接下来电子媒体联访的时间 我们在台上会有电子联访 请需要电子媒体的朋友们 可以移动至我们的舞台区 那稍后在我们座位区的右手边 会有我们的平面联访 以及有报名下午手机体验的媒体朋友们 可以至我们入口处大门外 左手边 电子媒体联访